第九十七集 裴芷青笑道 你说的也是 裴夫人无奈地笑了笑 对林兰说 这阵子啊 跟你说说话 我这心里啊 确实舒坦了许多 也想开了 人活一世不容易 何苦跟自己过不去 你若是不着急回去 待会儿啊 帮我去看个人吧 看谁啊 林兰祈祷 裴芷青咳了两声 母亲 待会儿 女儿带李大夫过去好了 出了裴夫人的房间 裴芷青才到 我爹昨日 已经把人接回来了 林兰一下明白过来 小心翼翼地问 你娘点头了 裴芷青撇了撇嘴 我娘不点头 我爹他敢 不过不想夫妻闹得太僵罢了 人是已经接回来了 看起来也是个柔和的 不过时日还短 是真贤惠 还是贾温柔 还需日后慢慢观察 若是他安守本分 大家相安无事便罢了 若是个心眼多 心机重的 还不知有多麻烦 林兰不以为然道 这有什么好麻烦的 他若是不听话 不谨守本分 就好好制止他 这点小事 你娘还能摆不平 裴芷青扑吃笑道 好像什么事 从你嘴里说出来 就没什么大不了似的 难道你就没有遇上 很为难 很麻烦的事吗 林兰眨巴着眼 当然有啊 不过你不把他当一回事 他就什么也不是 不管跟谁斗都如此 本正你不犯我 我不犯你 你若犯我 就别怪我不客气的原则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所以 我是从来不会有什么 心理负担的 裴芷青感叹道 跟你做对手的人 估计会很惨 那是他们活该 谁让他们没眼力来着 其实我这人 最好不过了 林兰自夸道 裴芷青忍君不尽 眼嘴笑了起来 跟林兰相处久了 才发现 他当真是个 很有趣的人 诸多的奇思妙想 性格又开朗豁达 看似大大咧咧 心思其实细腻得很 在说什么呢 这么开心 李明寅和陈子豫迎面走来 裴芷青扶了扶 笑问道 两位怎么这么快便回来了 臣子遇到 阁老在钓鱼 想我们俩太锅杂 把他的鱼都吓跑了 就把我们赶出来了 李明寅两眼又望天上白云 裴芷青笑了笑 心知肚明 爷爷最喜欢他们俩来了 每次都会拉着说话 不说上一个时辰 都不放人 估计这两人是找了借口 溜出来的 不过 阁老说 今晚请我们吃鱼 李明寅闲闲当 可惜 我家还有事 子豫 只好你一人留下了 陈子豫亚然 那怎么行 你都答应阁老了 李明寅叹息道 哎 我是真有事啊 你也知道 我大哥今日考试 说着 又对裴芷青抱全党 请裴小姐 再向阁老告罪一声 就说 明云改日登门裴罪 雷南偷笑 明云这是给子豫和裴芷青 创造机会呢 裴格老的心虫 估计是最近要担心的事情比较多 故儿 有些寝室难安 面色难看了些 胎像倒还是稳定 雷南给他看了凝神安胎的药 吩咐他 多休息 便收拾依据和裴芷青出来了 你可以告诉你娘安心些了 这位姨娘怀的是女娲 雷南边走边说道 当真 裴芷青眼睛一亮 随即又暗淡下来 那我爹可要失望了 雷南安慰道 你爹若是会失望 倒是好事 说明你爹 只是想要个儿子来传宗接代 并不真的有多喜欢这位姨娘 裴芷青怅然道 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出了院子 就看见李明云在等他 两人别过裴芷青 先去了药铺 福安和莫紫游 正在盘点刚送到的药材 芋蓉和银柳在柜台帮着抓药 大家竟然有序地忙碌着 雷南转了一圈 没看到文山和冬子 问银柳 这两人去哪了 也不来帮个忙 银柳说 文山去了叶家绸缎铺 看他爹 冬子跟过去蹭茶喝了 银柳 你先把活放下 过去把人给我叫回来 早点忙完 也好早点休息 雷南吩咐道 银柳很是积极 硬生就要去 李明云抬手道 还是我去吧 顺便看看大舅爷在不在 李明云去了不一会儿 就把冬子给提回来了 文山在帮他爹盘货 快好了 我让他忙完了再过来 这小子在那儿挨手挨脚 我就把他给拎回来了 李明云说着 瞥了冬子一眼 这小子大家都在忙 他倒好 跟两个丫鬟聊得火热 冬子嬉皮笑脸的 一露衣袖 福安老弟 我来帮你 雷南瞅着明云直摇头 李明云干咳两声 春天到了 那个你晓得的 雷南嘟地把账本飞过去 我啥也不知道 帮我记账 我去帮二十兄座堂去 叫我记账 不是有账房先生吗 李明云捧着账本喊道 雷南头也不回 账房先生今天休假 李明云兴兴地翻开账本 嘟弄着 这账房先生 可真会挑日子 银柳和玉蓉捂了嘴窃笑 大家齐心协力 又忙了大半个时辰 才把药材都盘点清楚 规制整齐 差不多时间 文山也回来了 说大老爷刚才来过一下 让小的跟您说一声 表小姐的日子 已经定下了 五月初五 定下了 定了好 定了好 明云看来咱们得准备贺礼了 雷南听到这个线 心情大好 到五月 叶星尔同学关禁币就满半年了 不知道是想通了 还是执念更深了 不过 不管她怎么想的 只要嫁出去 就再也妨碍不到明云 李明云淡笑道 你是女主人 这贺礼就交给你去准备了 行 没问题 我保识送一份大礼给表妹 雷南爽快道 银柳和玉蓉是暗松了口气 表小姐嫁了人 总不会再缠着二少爷了 大家开开心心地回到家 一进门 门房就禀道 二少爷 老爷让您回府 就去书房 雷明云点点头问他 大少爷回来了吗 早回来了 也在老爷书房呢 雷南道 那你快去吧 我先回落霞斋 门房却说 二少奶奶 老太太也让您去招徽堂 这么多事 两人同情地看看对方 一个带着银柳 静止往内 一个带着冬子 往右去了外书房 文山和玉蓉面面相去 不用他们跟着 就只好先回去了 雷南去了招徽堂 碰巧 祝妈妈从里面出来 便问道 祝妈妈 你可知祖母 唤我来何事 祝妈妈为雨先叹气 本来下午 就想请二奶奶回来了 雷南一惊 到底出了何事 本来是件喜事 如今却又闹得一团糟 祝妈妈把大致情形说了一通 雷南才知道 她白天不在 错过了一场好戏 事情是这样的 今日刘一娘吃午饭的时候 突然犯恶心 吐得稀里哗啦 老爷又不在府里 简秋就去找老巫婆 想让老巫婆给请个大夫 大夫请来一看 说刘一娘有喜了 老巫婆得到消息 当场就晕了过去 老巫婆能不晕过去吗 刚刚出了鱼帘的事 刘一娘又有了身孕 如果杀人不犯法 估计她这会儿早拿菜刀砍人了 雷南故意关切道 那夫人现在怎样了 在里面吗 朱妈妈摇摇头 夫人在宁河堂 老太太过去安慰了她大半日 回来不久 这家中一团乱的 所以老太太 叫二少奶奶过来 雷南琢磨着 叫她过来 顶多也就是帮刘一娘保保胎 给老巫婆治治头痛什么的 别的她又帮不上忙 就算能帮上 她也懒得帮 巴不得越乱越好 把老巫婆气死最好 那我这边进去瞧瞧 朱妈妈道 二少奶奶赶紧去吧 老奴去厨房交代一声 给老太太弄点清淡的吃食 雷南以为老太太 也是愁眉不展 唉声叹气 却见老太太神情无异 似乎还有些高兴 见她来了 忙叫人看坐 我叫你来啊 是有件要紧事 中午啊 你不在家 刘一娘忽然不是 便请了个大夫来瞧 说是有了身孕 这可是件大喜事 咱们李家 如今啥都不去 就是人叮胆薄了些 说起来 这也是你的功劳 若不是你帮刘一娘 调理好身子 她也不会这么快 便有身孕 祖母想问问你啊 刘一娘先前的病 可都好全了 老太太问道 雷南对这位老太太 真是叹为观止 连祝妈妈都为老巫婆 有几分同情怜悯之心 可老太太 只字不提老巫婆气晕之事 只关心刘一娘肚子里的孙子 实在是太冷血了 雷南微微一笑 刘一娘的身体 本就没有大碍 只是公寒体虚 不易受孕而已 如今既然有孕 自是已经好了 老太太明显松了口气 笑道 那我就放心了 以后啊 刘一娘的身子 还要你多留心照看着 确保这孩子啊 能健健康康的 雷南起身 孙媳妇一定尽心尽力 老太太笑叹了一声 最近啊 糟心事太多 总算是判到件高兴的事 雷南 雷南 默默默 你是高兴 老巫婆却是要抓狂了 不过 孙媳妇怕婆母会不高兴呢 雷南轻声说道 老太太眉头一领 她不会的 这点度量都没有的话 她还当什么竹母 回到洛霞斋 明云已经回来了 父亲叫你去何事 祖母唤你去何事 两人一口同声地问道 两人愣了一下 继续笑了起来 明云道 你先说吧 银柳给二少奶奶泡了杯蜂蜜水 二少奶奶 奴婢这就去摆饭 雷南挥挥手 去吧 我也饿了 雷南喝了口水方道 刘姨娘有孕了 祖母让我多照看些 刘姨娘的身子 林明云闲闲地 倚在靠背上 一手搭在扶手上 一手有节奏地敲着桌面 嘴角牵着一丝机械之椅 道 当初我娘怀了我 她老人家 也不见得这么关心 老太太当初 对明云母子的各种冷淡 她已经听说过了 若不是明云如今有了大出息 只怕老太太 也瞧不上明云 再说李扎爹 又不是没有后 这老人家的思维 非常人能理解 估计这下老巫婆 又要气疯了 李明云默然道 没疯 晕了 林兰道 李明云挑眉看她 忽而审笑 她如今 可真是四面楚歌呀 林兰白白手 先不说这个 我有问题要问你 你说 李明云一副 稀儿宫听的样子 笑微微地看着她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万一将来 我生不出儿子怎么办 你会不会纳妾 这个问题 林兰早就想问了 被裴大人的事 刺激的 李明云知道 这种问题 是不能随便回答的 林兰既然起了 这层忧虑 若不及时帮她消除 她心里 一直会存 这么一个疙瘩 李明云脸的笑容 郑重了神色 俯身过来 握住她的手 说 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想的 有子无子 是命里注定的事 我是不会去强求的 有也好 无也罢 我只求和你 就我和你两个人 一辈子恩爱相守 林兰没什么信心 聂诺道 你现在是说得好听 等时间久了 情也淡了 你年纪也大了 说不定 就不会这么想了 林明云轻笑 那好办呀 我给你立个字举 如果将来 我以无子四为借口 想要纳妾 李家的所有财产 都归你所有 你把我扫地出门 林兰两眼 松然放光 你说的是真的 林明云直了身子挡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林兰登地放下茶盏 起身跑去书房 须于拿了纸笔出来 那咱们就立个字举吧 林明云看他那得意的神情 不禁满头黑线 你还真立啊 难道你是哄我的 林兰扁了嘴 很忧郁的样子 怎么会 林明云忙道 我可不是哄你的 如果立了字举 能让你安心 立十张八张的 我都乐意 林兰继续装可怜 我也不是信不过你 只是 你知道身边 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林明云袖子一挥 我写 这样你就不用胡思乱想了 林兰心中欢呼 有了这字句 就不怕他将来反悔 做女人千万不能太心软 一定要留一招后手 如果留不住男人的心 那就留下他全部财产 等他身无分文了 想治他还不容易 林兰喜滋滋地 把字句锁进他的 专属百宝箱里 李明云还保持着 戈壁的姿势 逐字逐句地回响 适才应他的要求 自己似乎还添了一句话 以后他写的字 以及他得到的俸禄 赚到的银子 得到的馈赠 统统归他 那岂不是意味着 倘若他惹毛了他 很可能会落得 身无分文的下场 而且是一辈子身无分文 那个 兰儿 我觉得有个地方 不太妥当 林兰已经放好了字句 回眸一笑 那笑容 是由内向外散发的愉悦 你说什么 什么不妥 难得看到他如此高兴 李明云做了深呼吸 唇角微微牵出一个 完美的弧度 没什么 你觉得妥了 便妥了 反正他是不会再纳妾的 这字句利不利 都一样 现在来说说 父亲叫你过去何事 林兰把警物搬到他身边 挨着他坐下 还难得亲密地 挽着他的手臂 不过是叫我平定下 大哥这次考得如何 李明云似乎很享受 他的小鸟依人 真心觉得 一张字句 换他一世心安 十分值得 那你觉得 大哥考得怎样 有希望吗 林兰吃了定心丸 连雨声都格外温柔起来 希望还是有的 大一十条 均无差错 十无厕嘛 有一条搭得还不错 其余两条 马马虎虎 韩世彻底退了 一口气 堵在心口 上不去 也下不来 本来关起门来 咒骂几句 发泄一下 也能舒坦些 没想到老太太来了 一坐 就是大半日 说是来安慰她的 可那些安慰的话 简直就是在 往她伤口上撒盐 憋得她 差点当场吐血 好不容易 老太太走了 韩世已经连骂 都骂不出来了 翻着白眼 几乎又要晕过去 崔芝倒来热茶 将妈妈扶住韩世 为她喝了两口 又帮她揉背顺气 许久 韩世才缓过气来 不是说 连男一直当刘姨娘 是公韩世正在治的吗 怎的忽然就怀上了 韩世百思不得其解 江妈妈给崔芝 递了个眼色 叫她下去 崔芝连忙退下 夫人 也许是个意外 江妈妈安慰夫人 也是自我安慰 要不然怎么说 兴许咱们 都被二少奶奶给骗了 若真是这样 那就太糟糕了 这就意味着 老爷已经知道了 有人下毒 更可怕的是 老爷知道了 还能这么久 隐忍不发 实在不敢想 意外吗 真是意外吗 韩世双眼透着恐惧 你也懦着 心里的那层隐忧 越来越强烈 听到刘一娘有孕那一刻 她并不是气孕的 而是吓的 照那个大夫说 用了那样分量的水银 是不可能怀上孩子的 而林兰一直又是当公寒症 在给刘一娘治 可现在千真万确的 有孕了 说明什么 兴许是时间长了 那水银的毒性淡了吧 江妈妈很了解夫人的心思 而且 简秋把药渣子偷出来 老奴也拿去咽过 的确是治公寒治症的药 韩世默然良久 还是谨慎些 明日你去请个大夫回来 叫他仔细瞧瞧 刘一娘的身子 是否有不妥之处 是 老奴明儿个一早就去办 江妈妈应当 韩世忍不住 又是虚声长叹 于连这个贱蹄子 还没有解决掉 刘一娘又怀上了小孽种 我这是犯了哪门子的事 主事不顺 老奴就说 这于小姐不简单 看起来老老实实 唯唯诺诺 谁知道一回头 她就来个一哭二闹三上吊 还把小姐给捅出来了 老太太一口一个 要给于家一个交代 谁来给夫人一个交代 江妈妈纷纷不平道 韩世银牙暗咬 我是真后悔 请了她来 一点忙没帮上 反倒处处受她压制 话说的甭提多好听 说什么你的委屈 娘都知道 娘心里从来就指着你这媳妇 其实说穿了 她心里就只有她自己的儿子 一天到晚 公正挂嘴边 我看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 就是应在她身上了 可不是 听到刘一娘有了身孕 老太太高兴的 都合不拢嘴了 江妈妈义愤填膺 本指望老太太能联系夫人 多少也帮衬着夫人一些 结果呢 老爷那些浑事 惊了她的嘴 都成了名正言顺了 韩世揉了揉心口 江妈 帮我想个法子 把这老太婆早早送回老家去 我也不指望她帮我什么了 等着吧 我就不信 我就一条道的走到黑了